臺東漁民日遣向國防部陳情 指出每年四到六月 海上火炮試射頻繁 管制漁船出海 影響到了漁民的生計 今天國防部和中科院 則跟漁民當面來溝通 也承諾明年會規劃 延後到六月底到七月間 再來實施火炮射擊 海面上一艘軍方的快艇 遠遠的開過來 要求臺東的漁民把船開走 因為有火炮試射 漁民很無奈 好不容易等到大批鬼頭刀回遊 卻不能捕魚 生計大受影響 這種情況在台東 已經有好幾十年 年年都發生 今年漁民感受特別嚴重 一個月有半個月以上不能出海 經過民意代表和漁會系統 向國防部陳情 國防部終於在六號到台東 聽取漁民意見 夜陳情打得夜厲害 一個月打十五千 怎麼生活 你們要涉及要怎麼樣 是否可以延後到國裡的七月份以後 國防部承諾明年在東部外海的各軍種 火炮試射會避開漁汛期 在射擊前也會到漁會說明 但中科院表示 因為武器研發 無法訂出明確的測試時間 不過未來會跟漁會建立通報平台 管制原因消失 針對漁民因為國軍演訓造成的損失賠償 國防部表示109年已經修改墨林兼費使用規定 各鄉鎮市公所申請後要有30%撥給漁會 但漁會說根本沒聽過 要求國防部修法讓受影響的漁民能直接受賄 記者 張明哲 台東報導